你好,我是莉莉,今天是2021年的2月19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江泽民的身体不行了 所以江家一定会尽快干掉习近平 否则习完全掌控军队后就会灭掉江家 另外,川普的媒体平台是郭文贵及战友打造的 在美国时间的2月18日 郭先生做了个将近一个小时的直播 在直播当中,郭先生讲了 一,国内的一个战友跟江泽民、朱镕基、江绵恒、江绵康、江志成、王野平、马云及马云的所有高管都多次接触 这个战友接触的这些人都知道南普陀计划的存在 在江家这些人眼里,习就是个二货,毋庸置疑的 所有的习搞的这个灭白计划、潘多拉计划 包括所有网络加强控制 香港双龙计划、打压香港 对国内企业迅速国有化 加入世界沼泽地、统治全世界 做强做大共产主义 很多人都不愿意看 二,邓小平南下的时候说过什么? 为什么邓小平要南下? 是因为江泽民不想开放市场 他不想搞中国真正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 江泽民最想做的事情是中国私人企业都要取消 以国有企业为主 要组织所有的企业去井冈山学习 这是当年江泽民要搞的 你说一下我的感想 江泽民统治中国的时代 被人们认为是比较开放、比较宽容 相对来说比较靠拢西方文明的时代 没想到江泽民在最开始搞的也是习近平这一套 真的出乎我的意料 看来那个时代上层的想法和决策 我们这些个老百姓真的不了解 接下来看郭先生怎么说这一段 郭先生说 在邓小平选了江泽民上来的头一两年 搞的都是以前的那一套 以国有企业为主 不开放市场 不进行政治经济改革 所以邓小平才一怒之下 到了南方说 谁不搞改革 谁就要下牌 后来才有了市场改革 允许私营企业发展 看来邓小平才是八九十年代 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坚定的推动者 才有了中国真正的改革开放 真的要感谢邓小平 三 郭先生接着说 今天习近平搞的这一套 都是江泽民当年想干而没干的 包括修宪 江泽民最想江绵恒接着继续干 但是江绵恒顺不好 江拿到权力后 江植根于权力的核心就是军队 这也就是江为什么要把张万年等人干掉 背九世兵权 把张震等这些老家族都弄去西山去 给这些家族一些企业 把邓家弄去搞保利集团 让邓家弄钱去 然后把军权全部拿下 这也就是为什么王岐山要干掉王瑞林 因为王瑞林代表的是邓家的势力 江家没干的事 王岐山帮他干 江当年想干的事 没干成的 让习来干 习近平修宪之后 但是江绵恒肾不好 身体不行 没办法弄上来韩正 韩正上去也得弄坚国 左坚国 右坚国 韩正的坚国也都安排好了 我们看到的所有中国企业国有化 一带一路 中国利用世界上所有的共产主义国家 利用种族主义 团结亚非拉 团结中东 把极端穆斯林和共产党连在一起 成为兄弟姐妹 这都是江泽民当年要干的事情 唯一的不同是用参沙子手法 让大陆的精英移民香港 从而控制香港 对台湾要实行经济文化精神 对台湾实行软性统治 只除了香港和台湾这两点之外 习所走的路都是江的计划 也是江要走的路 四 那什么时候干掉习呢 习已经打开了潘多拉盒子 以毒灭白 以疫苗灭白 已经完成了 美国所有的这些沼泽地计划 也基本执行的差不多了 江的身体也不行了 中国军队再撑下去 江的影响力就会逐渐衰减 王岐山控制经济 牢牢在手 到了该泄沫杀驴的时候了 又由于这个驴不太听话 比较二 那就干掉习 再往下弄 习真就做大了 他俩之间一定有一个倒下的 上海的精英就是中国的沼泽地 上海各方面的精英 政治 政治经济文化管理你不得不说上海人管中国绝对比北方人管中国强的多得多上海人比较干事务实江泽人的文化和国际思维素质历史管中国是不错的在这里我说一下我很认同郭先生说的这一点我来自于东北那北方人的官跟上海的比真是差太远了郭先生说习近平的爹好但文化程度不高在上海人眼里 是看不起习近平的 五 江 曾 孟 汪洋 韩正 骨子里是有傲气的 让这些人等习近平一辈子是不可能的 六 全世界的军方都知道这个病毒是生化病毒 现在捷克的一个大主教都说这个病毒是共产党的生化武器 现在就是要揭露武汉病毒是生化武器的真相 然后以毒灭共 七 国内经济到了什么情况 企业国有化就是权贵化就是财富集中化就是巨大的腐败和独裁 就是掠夺中国私人经济过去解决了80%的劳务市场流通 现在全部湮灭 接下来所有中国私人企业全部完蛋 没有私营经济 就是整个中国经济实质上是家族经济腐败经济为主 是希特勒化1930年到1944年必然形成经济崩塌 形成经济黑洞 像希特勒当时的财阀军阀军事扩张 希特勒当时打仗是飞机战机高科技武器 但后勤保障是马车旅车来运输物资 所以希特勒必然惨败 和今天的中共一模一样 现在的共产党到处吹牛撒币 但当他没有撒币的能力的时候 必然被消灭 8.有120多个战友工作了将近半年 每天工作24小时 花了巨大的财富和时间 都是为了川普的媒体平台 2月15号事情上线的这个新平台 就是为了川普打造的 到现在为止 川普是唯一一个灭共的英雄 但是川普没有和闫丽梦见面 灭共最后不坚决 被共产党的虚假选举给弄了下去 拜登待在白宫是合法的 但新中国联邦是不承认他的 郭先生永远都不会承认拜登 而且亨特拜登在GTVGnews的视频信息 也绝对不会拿下来 9.大年初二 英国的一个合作机构 请郝海东做广告 30万英镑 郭先生回复 必须税后现金300万 才可以谈 对方说 可以考虑 任何国内的曾经和郝海东 叶昭影在一起的 你有这个机会和尊严吗 听完郭先生的直播 明白了一点 这样以前没有完成的 都让习给完成了 什么打开潘多拉盒子 以毒灭白 以疫苗灭白人计划 沼泽地也都勾兑完毕了 最重要的是 江泽民的身体已经不行了 再不灭掉习 江泽民挂掉了 那习近平就真的掌控军队 一家做大了 所以感觉在3月5日的两会召开 前绝对是腥风血雨的残酷斗争 另外 川普在2月18日 接收Newsmax的采访时 提到 已经开始考虑建立自己的社交平台 没想到 川普的社交平台 是郭先生引领的爆料革命的 120多个战友 每天24小时工作 花了半年时间专门为川普打造的 2月15日已经试运行 试行上线 大家知道川普团队提交的有关大选的官司 还在进行当中 若川普有了自己的发声平台 再加上他背后的8000万的支持者的力量 一定能在这个平台上把舞弊的真相不间断的传播出去 逐步唤醒美国的民众施压最高法 若不把这次大选舞弊说清楚 法院不把德民尼投票系统给弄明白 那什么2022 2024都是白扯 无论川普选2022众议员议长 2024竞选总统都不可能 所以我的理解是 接下来这段时间 郭先生引领的爆料革命 一面挑起中共内部的政治斗争 让江西斗的你死我活 一面帮助川普 最重要的是 在为川普打架的媒体平台上 发出自己的声音 施压共和党和最高法 把这次大选舞弊调查清楚 川普在Newsmax的采访中 也说到了关于偷窃选举的事 他会继续下去 这几天有关德克萨斯州 遭遇122年来的极寒天气 导致大规模停电的事情 在网上有诸多的讨论 现在我把网友有关的评论总结一下 首先说明有关电网的事情 我不懂 这所有的意见都是来自于这个行业的专业人士 若有的网友不认同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说一下你的不同意见 一 德州最大功能渠道依然是天然气发电厂 发电量占德州的40% 其次是风力涡轮发电约占23% 这些都是小布什时代推进的所谓的绿色能源 这次寒流造成风能发电级的叶票结冰而无法运转 二风能太阳能占有大量地皮 养护资源非常高 最主要是不稳定 不稳定电源对电脑冲击特别大 所以最后不稳定电源的病老基本上都得火电来匹配 尤其对工业生产部而言 稳定电源太重要了 这个意见来自一位光伏发电项目的人士 三 一位做过发输电和工配电设备的专业人士说 太阳能和风能都是垃圾电 只能补充一部分风值需求 但做不到根据需求调整工况 所以新能源就是利益集团 又一收割韭菜的噱头 最后再说一说其他方面的新闻 一 哈瑞斯代表老年痴呆 与世界各国领导人通话 哈瑞斯以实质掌控白宫 很快就要走到前台了 二 CNN和NBC分别向BIM的特工沙利文支付了3.5万美元 请他拍摄1月6日那天国会大厦内骚乱的视频 CNN和NBC怎么会提前知道1月6日那天国会有骚乱呢 三 本周民主党人提出一项法案 该法案授予1100万非法移民公民身份 并且拜登在上周五宣布 2.5万名非法移民可以于2月19日进入美国 四 FBI和纽约地区检察官开始调查库默 有关养老院实际死亡人数的问题 而CNN也宣布禁止库默的弟弟 作为CNN的主持人来播报相关的新闻 该来的都会到来 这些极左分子的报应已经到了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 拜拜